12日晚电视剧《创业时代》播出大结局 在该剧开篇《黄旋扮演》的郭新年 曾前往西藏旅游 也由此创作出了魔精APP 没想到黄旋本人又去了一次高原 12日晚 他微博宣布登上珠峰 第一次有高原反应 头痛炸裂 彻夜未眠 发热烧还是登上了珠峰大本营 配图中黄旋站在海拔 8844.43米的珠峰纪念背袍 满点笑容 有粉丝盯住其注意身体 对此黄旋回复 表示我好了生龙活虎哈哈 此外 该剧其他主演 也在大结局时发文表达不舍 安德拉贝比表示 最近在活动上 还要走在路上的时候 会听到有人喊我 纳兰纳总 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 纳兰让我有了一次职场的体验 他身上那种坚定 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很感谢遇见纳兰 宋毅则感叹 这个创业时代 不会亏待任何一个 努力且专业实力过瘾的人 只要前进的方向正确 哪怕挫折再多 也一定会看到光明